冲上1800的黄金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是5月7号星期五 那周四澳股是受到科技与金融板块的拖累 走出了调整行情 那保险公司QBE领长昨日大盘 从目前图形来看 上方11与下方10块 分别会是其阻力与支撑所在 那昨日市场当中 矿业股表现依旧稳健 那BHP距离其股价历史最高 仅仅一步之遥 那拥有BHP的朋友们 值得为此庆祝与欢呼 而在翻红身影当中 支付龙头APT跌破关键支撑价位 从目前图形来看 上方100与下方95 分别是其阻力与支撑 那另外需要说到的是PRN 其股价目前正处于一块的关键价位 已经拥有的朋友 稳妥期间不易继续加仓 那隔夜黄金上涨至目标价 1815 下一目标会是1850 而在黄金与白银两者之间 白银增长空间可能会更大 25是黄金股NCM底部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如果选择中小股 那其波动幅度势必将会大过NCM 此点之前已反复强调多次 那另外SLR 仍然值得没有仓位的朋友 酌情配置 那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波动正常 钢铁板块昨日继续大涨行情 那中澳暂停经济对话的新闻 是双方关系不佳的证明 但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 截止目前为止 此消息报道更应该被视作市场噪音 澳元已然收回昨日全部失地 那投资买卖操作不能全然倚仗 新闻消息报道是肺腑之言 今天是第二次与大家进行分享 美国时段道琼斯领长三大股指 推荐在150块买入的GPM走势上可 货币方面昨日噪音之后 澳元已经再次临近0.78大关 若可站稳0.78之上 那下一目标将会是0.81 黄金来到1815的目标价位 下一目标将会是1850 那截止目前为止 看好贵金属的观点依旧不变 关于黄金今日多说一句 去年5月黄金从1700上涨 冲破1900之后 我已开始提醒朋友们 进行止盈操作 而当黄金跌破2000之时 我已发出切勿恋战 需要离场操作的提醒 那另外去年黄金的目标的期限 是为期三年 2022年到时见 我是GoMark Stein 我们下期节目见 股票外汇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一忙打劲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